两阵我们看到 潘洛夫和施佩来 合力打斗一巨型猫猫 将他按在地上 让哈布特救回起身 这个时候 潘洛夫他们这样才发现 原来他们按住的 而且将他扎到实一实的 这一只不是巨型猫猫 而是一个人 或者准确一点来说 他们捉住的这个 曾经肯定是一个人 不过现在他已经变成了 一个很凶狠野蛮 甚至不知道 还有没有灵魂的怪物 这个人 他全身 他的头发 胡桑 可能很久都没有修剪过 所以又长又暖 那些胡桑 都掉下来胸口 他全身近乎裸露 除了腰间围着一块烂布 手脚 都已经是 那些体毛 几乎遮掘了他整个身躯 而他双手 指甲也都很长 就好像变成了两只爪一样 他的目光里面 那种野蛮和凶狠的神情 世人真是几乎怀疑 在这个区体里面 还有没有住住一个近乎正常 似人的灵魂 师妹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人 或者他以前是不是一个人 毫无疑问 那么他 是不是就是 写那个漂流军里面 那封信的那个遇难者呢 嗯 我想似乎是的 不过就是 这个不幸的人 已经完全不像一个人了 的确 如果这位遇难者 以前也属于文明社会的人的话 孤独地在这里生存了不知多久 已经使他完全丧失了 可能是作为文明人的记忆 甚至 或者 在岛上 孤独的生活 已经使他成为一只 真正的星星 现在在他嘴里面 发出来的都只是一些 哇哇哇 这样 屎牙的刨敲和蠔嬌 而他的牙液也尖锐得 好像食欲动物一样 那么锐利 那么危险 他们似乎 已经咬惯生育了 他的记忆 或者可能已经丧失了很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不懂使用工具 武器 不会偷火 只可以看得出的就是 他的身体自然非常敏捷灵活 但是 他身体的灵活 他是以牺牲他的精神作为代价 你一位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什么时候留在这个岛上 是因为什么而留在这个岛上的呢 渐渐 这个人平静下来 他没有再挣扎 似乎 他双眼里面 他的理性 还未完全失灭 难道 因为有自己以前的同类的出现 他感到沮爽 难道 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头里面 还有一些 使他恢复人性的 很短暂的记忆 究竟应该怎么处置这个野人好呢 就这样将他留下 似乎 太残忍了 他们也是越难的人 如果任由一个曾经越难的人 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自生自灭 你说他们怎么可以做得到呢 但是如果现在放了他 那么他 他会不会 逃走呢 因为会留下呢 无论他是谁 又或者无论他曾经是谁 又可能会变成什么 我看我们 都要将他带回林肯岛 没错 没错 或者 经过仔细照顾之下 他身上以前的记忆 他会记得回呢 我看他的灵魂 并没有离开他的区和 作为一个人的灵魂 依然在他身体里面 只不过是他不记得如何出回来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试一下 就人道主义的精神来说 都要使我们帮他试一下 的确 这个是他们作为文明人和基督徒的责任 三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史密斯肯定会赞成他们这样做的 不知道但是 我们怎么带他回来 难道就是这样扎实他 一路就将他抬回去 或者 放开他的脚 放开他的脚 他会走的 那试一下 于是 潘洛宏呢 就将绑住 俘虏对脚的绳 解开 但是他对手 依然紧紧地被绑在一起 过了一阵 这个俘虏自己站起来 而且 似乎 他都没有流露到 任何要逃走的神情 我们不如 将他带回去 堵上那间屋那里 或者 他见回自己以前制作的工具 说不定 他会有些记忆呢 于是 大家就押着他 将他带回来 那间树林边的木屋里头 但是 那个俘虏去到那树 什么都认不出 他似乎 对这里的一切 都失去了记忆 这个人 为什么会沦落到 这么愚钝的程度呢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 他就是因为 被监禁这个小都这么久了 所以 以前的所有记忆 所有的理性 全部都会忘记了呢 显然 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毫无办法 除了将他带到成风破浪号上 将他带回去他们的林肯岛 如果不是的话 那看来他在这个岛上 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于是 在潘洛夫的刘洛夫的看管之下 他们的俘虏登上了成风破浪号 而哈巴特就和斯埃特就和斯埔特就和斯埔特就和斯埔特一起回到岛上 这个人他究竟衣不衣得好呢 他会不会回复他作为文明社会的时候 人的状态呢 很难说 他处于这种状态 可能已经很久了 你说他有几大年纪了 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们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 他的胡桑太浓太密 将整块面都几乎遮住了 不过他已经不年轻 我估计他起码应该有五十岁 我明白了 斯普雷先生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眼 已经陷在眼眶里面很深了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估计呢 没错没错 你这个好聪明啊 我的哈佛达 嗯 他与双眼 我还要补充说一句 一看到他整个人 所产生的感觉相比 他对眼 比他身体的其他部分 还是有人性一点的 嗯 总之呢 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再说 我真的很好奇 如果史密斯见到这个野人 他有什么评价呢 我们本来是想来找人的 结果就带我这个怪物回来 不过 唉 做到什么就算什么了 他们回程的时候 第一日 一切都很顺利 那个俘虏显得很平静 海水颠簸的状态 好像似乎换起了一些 很遥远的记忆 难道他以前 也是个水手 总之 他的神情显得很平静 并没有半点的沮丧 但是 到了埃曼的时候 忽然之间 海面上翻了风 风力大为增强 而且风向还是偏北方的 所以 这一下 就不是那么有利于他们的航行了 乘风破浪号 要逆风航行了 那看来 要翻到林肯岛的时间 要更长了 果然 到了帝人 也就是他们出发两天之后 都一点未回到林肯岛附近的水域 如果 按照船的位置来推测 他们已经走出了 大约超过一半的路程 糟了 怎么算好呢 这么大风 使得我们 遼亡起来更加困难 那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又过了一日 他们自然望不到任何的陆地 而且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逆风 海上的状况非常恶劣 一股股海浪 大浪大浪地涌上来 盖过船头 使得船上的人 不得不採取措施 将自己绑在围观上面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被巨浪捲走 正当大家被这个困局 搞得无计可施 尤其是风浪 使他们几乎已经迷失了方向 他们甚至不知道 林肯岛现在究竟 在他们前后左右 哪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看看 火光啊 火光啊 忽然之间 潘洛夫 在驾驶室那里 举手 指着前边 很欢喜地大叫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他 果然 在旁边 在他们的左侧前方 有火光啊 大约 在他们北边 大约二十海里左右 林肯岛就是果树啊 不用问了 这些火光 显然 就是留在岛上的 史密斯先生 点着的 是为他们指明了 回去林肯岛的方向 哎呀 在这个狂风骤雨 海浪透天的时候 发言之间 他们找到了方向 你说他是多么欢喜啊 于是 潘洛夫即时 校正了航向 那只船 又马上向着火光的方向 驶过去了 航行了四日之后 乘风破浪号 终于慢慢地 停靠了在 林肯岛 錦恩河的 河口沙滩上边 其实 已经超过了原定 他们商量好的 回归时间 但是 海面上恶劣的天气 都使得留在岛上的史密斯 和黄曼纳的 两个人都不知 多么担心 他们 每一日 都在沙滩上面 跳望 终于在今早早他们登上跳望江的时候 看到那只迟回了很多天的船 多谢上帝 你们终于回来了 史密斯忍不住 很高兴 而纳布更加僵得跳起身 一边转圈一边拍手 我的主人 我的上帝太好了 太好了 等到船上几个人走上来之后 史密斯是第一个迎上去 我的朋友 你们回来 太好了 我们都不知道多担心 怕你们发生了什么意外 史密斯 你放心 一切都很顺利 一会儿再慢慢跟你说 但是 我估计你们的找人计划很成功 你们走的时候三个人 现在就一样 诶 史密斯先生 你错了 我们这次是四个人回来的 哦 你们找到那位遇难者了吗 当然了 带了他回来了 是啊 那么 他在哪里 他是谁呢 这个 准确来说 我们带来的曾经是一个人 事不事 我将我们在岛上遇到的情形 告诉你 好快 工程师就已经了解到 他们旅行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切 哦 这就是说这个人 这位遇难者 几乎已经不属于人类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将他带回来 是不是对的 你们肯定对 潘洛夫 但是这个不幸的人 他现在没了理性 整个野蛮人 应该这么说 是整个野人 现在可能是 不过最多在几个月之前 他不是 还是一个好像我和你那样的人吗 谁知道 我们如果将来 只剩下一个人生存在树 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岛上的时候 他又会变成怎样呢 孤独的人是很不幸的 因为缺乏交流 他很可能会缺乏理性 我们 这个可怜人 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只但是 只但是史密斯先生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这个人 现在变得这么粗鲁 只是几个月前的事 我看似乎 我们找到的文件 应该是最近写的 也只有这个遇难者 才有可能写出这份文件 说不定 是这个人 另外一个同伴写的呢 后来他就死了 不可能的 如果有第二个人 这样 他在文字上面 应该写明是 我们 或者提出了两个遇难者 但是 他只是提出了 只是一个遇难者 这个时候 斯佩来终于 把那个困在前仓的 好像野人 那样的人 带了上岸 一上到岸 发现不是自己生活的海岛 这个野人 即时流露出 要逃走的意识 只不过 当史密斯 走近他 把手放在肩头 而且动作 既有威力 又好像充满了 怜悯的时候 那个不幸的人 这样才慢慢平静下来 他跌低头 不再出声 可怜人 这阵时 史密斯 已经认真地观察过他 从外表来看 这个人 似乎已经毫无人声 只不过 跟各位新闻记者 斯佩来一样 史密斯 也都由他眼光之中 看到一丝 很难发觉的 自卫之光 于是 他们决定 要中这个被遗弃者 或者说是 陌生人 安置在花江石宫的 一个房间里头 怎么说都好 他不可能 从花江石宫逃跑 他应该很迅从地 被他们带到房间里面 只要对他悉心照顾 有朝一日 他肯定会恢复人性 那么他会成为 他们这个林肯 赌上 整班移民的 又一个伙伴 午饭的时候 史密斯 详细地问了他们 这一次 陷策的经过 以及是 他们怎么遇到 这个野人 潘洛宫 这个时候 才轻转问 哈巴特 是的 我们都没问过 哈巴特 你是怎么遇到 这个野人的呢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 说这件事 当时呢 我正是 低头 採集着 那些植物的种子 突然间 听到有一阵 好像雪崩 那样的声音 接着 有一棵树 啪 就跌了这个人 下来 我都几乎来不及 转身了 这个人 就可能 不知道 在避免什么 一下子 就已经 把我 扑到地上 然后扎到身上 如果不是 斯珀雷先生 和潘洛夫先生 及时赶到 我可能 就要被他 打死的了 看来 他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他时间 应该已经很长 不是几个月 可以变成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要知道 他为什么 会留在 那个岛上的答案 一定要想办法 恢复 回他的人性 再说 第二天 在趁着 那个野人 睡着觉的时候 史密斯 就和他剪了 他那些 已经乱糟糟的 头发 及胡桑 这样 使他的样子 变得没那么粗 而且 他还将他身上 拦着他两块 又酸又缩又臭的 烂布 全部脱了出来 然后 看他冲过梁之后 让他穿上了 比较得体的衣服 所谓人靠衣装 经过这样一打扮 这个人 即时 可以恢复了 文明人的样子 甚至他的眼睛 也好像变得比较温和 看来 他的人性的确 是未被完全殒灭 只是压抑了 从这一天开始 每一天 史密斯 都要陪他几个钟头 将他当成 自己的一项任务 他带上这个野人 跟他一起做事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吸引他注意 他相信 只要坚持这么做 总有一天 自为自光 会重新回到 他伤眼里 只不过 一年几个月 虽然这个人的神情 已经没有以前 这么凶狠暴雷 已经变得很温和 甚至有几次 听到他们 讲笑的时候 他的嘴角都动了 几动 似乎有什么话涌到口边 但他只不过 是始终都说不出 但是 这个可怜的人 他大体上 每天都是很平静 而甚至是有些忧鬱的 怎样才可以使他 更进一步 真正恢复成为一个 完全可以自立自理的人呢 史密斯决定要更加信任他 将每天做完事之后 又跟他带上了撩靠责取 他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斯佩莱忍不住周西眉头 如果我们真的不防备他 一旦他获得自由 你说他会不会逃走呢 我觉得怎么也要试下 但是史密斯先生 你一试 会不会试出麻烦来的 这个人如果要逃走 怎么逃走呢